2016年中国的军事舞台令世人瞩目 国防科技领域更是成绩斐然 在这其中有哪些武器装备高调出场 惊艳亮相 又有哪些军事大事备受关注 夺人眼球 军事科技年度特别节目 典兵2016武器装备大看台 带您一起回顾2016年热点军事事件 盘点2016年最具影响力的武器装备 敬请期待 探寻军事科技奥秘纵揽世界军事风云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准时收看军事科技 有人说2016年是令世界瞩目的中国年 在这一年里 中国的国防科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武器装备建设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 在各种军事演习和热点军事事件中 新武器新装备的亮相让人目不暇接 那么本年度都有哪些军事事件令人难忘 又有哪些新武器新装备备受关注呢 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 这难忘的一年 一起点兵2016 2016年11月1日 第11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 在珠海隆重开幕 此次中国国际航展可以说是规模空前 其中展示了近年来 我国航空航天领域的丰硕成果 那么在精彩的飞行表演中 伴随着发动机的轰鸣声 两架歼20战机低空通场 不仅在现场引起轰动 也受到了多家媒体的广泛关注 歼20可以说是中国现代空中力量的代表作 因为有了它 中国开始迈入世界上最先进的 第四代战机行列 2016年11月1日 10点20分 在国内外军事爱好者 翘首以盼的期待中 两架歼20飞机 在刚刚开幕的 第11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 进行了短短一分钟左右的飞行展示 这是中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隐身战斗机 首次亮相公众视野 G20就在我头顶上方50米飞过 以前看行长的时候眼睛看 现在必须用耳朵看 从发动机的咆哮声 以及撕裂空气的声音来看 动力系统非常强大 重型战机在头顶上的掠过 我们大致可以判断出它的基本动作 因为在55秒的飞行表演中 有两个动作触目惊心 第一是大角度爬升 说明它的垂直机动能力 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 另外第二个动作叫小半径回转 如果没有推力时尚发动机 如果没有压势翼和全动尾翼的全动效果 要想在这么小的半径内 完成机头转向 难度极高 所以从整个的展示来看 虽然时间不长 但是它强大的机动能力 展示的淋漓尽致 歼20采用了单座双发 DSI古包式进气道 上反压翼带肩拱边条的压式气动布局 机头机身成铭形 垂直为翼向外倾斜 起落架舱门为锯齿边设计 并采用内置弹舱设计 我们对这种飞机的综合能力判断 是歼20一小步 中国空军一大步 我们既有了跨带发展 而且有了机动能力的淋漓尽致的展示 2011年年初 歼20的首次出现就引起国内外极大关注 由于当时歼20印证机是黑色涂装 许多军事爱好者给它取名为黑丝带 而正式亮相的歼20和我们以前看到的战机 涂装不太一样 它采用的是银灰色的低可湿度涂装 并在此基础上加入几何分割的图样形式 隐身战机我们说它是隐身的 通常指的是对雷达的隐身 但是实际上飞机在战场上的隐身 不光是针对雷达的红外的 其实可见光的也是一部分 那么你抬头看上天上有飞机在飞 这就是可见光的搜索模式 那么这种低可见度迷彩 可以把这个战机上的一些特征性的东西 让你用目视方式难以发现或者辨别 比如说你的编号或者等等其他的东西 2016年12月6日 一张图有五位数编号的飞机尾翼 突然出现在了网上 网友透过尾翼的形状 很快分辨出这是一架歼20战机 并开始在网络上疯狂转载 不久之后疑似第二架图有编号的歼20曝光 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歼20已经开始量产 目前有78271一直到78276好几个数字 也就说明目前歼20已经小批量的交付部队进行各种试验 比如以前厂家的飞行员也要进行飞行试验 那么到了部队他飞行动作会有重大变化 你比如说他的巡逻 他的飞行 他使用武器 包括各种极端条件下的飞行 那么他都跟作战有关联 而在2016年年底又有许多家媒体报道 在中国某基地歼20出示牛刀 轻松击败十架三代机的围攻 而自己毫发无伤 如果消息是真的 那么充分证明歼20面对三代机具有压倒性优势 所以这架飞机刚出场的时候叫飞机 但是到部队要改名战斗机 那么既然它已经在空军作战序列中小批量的出现 而且又参加了在西部的演练行动 那说明隐身战术的探索 以及跟不隐身飞机的配合 这种作战和训练样式已经成为常态 我想现在离所谓的服役大概只差一个仪式 从第一架歼20验证机首飞 到现在为止已经经历了五年的时间 歼20作为我国空军装备的杰出代表 成为中国国防能力高速发展的一个象征 四代机一旦进入到你的作战体系当中 它不光是一个单机的问题 它意味着你的空战系统就需要全面的更新换代了 所以现在资深一点的发烧友 都不再讲单机PK的问题了 大家首先要问你这个支撑的大系统是个什么样的系统 有没有大系统支撑 俗话说好码会配好鞍嘛 所以四代机的入役 它标志整个配套的这一套的系统 不管是雷达 电子 通信 包括空战的指挥系统 包括地面的预警机的对这个空中目标的一个监控的这样的能力 包括空战武器 对地攻击武器 它是一个全面的提升 2016年7月6日 被大家亲切的称为胖妞的大型运输机运20 滑过美丽的水门 接受洗礼 正式列装 中国空军 自此我国成为继美国 俄罗斯 乌克兰之后 第四个能够独立研制200吨级大型军运运输机的国家 成为国际大飞机俱乐部的一名重要成员 同时 它的服役也标志着中国空军战略投送能力 迈出了关键一步 相比歼20直20 运20可以说是第一个服役的20系列成员 从2007年正式立项 2013年1月成功首飞 2014年11月在珠海航展公开亮相 到2016年7月正式列装 运20走出了一条我国自主创新 研发大飞机的成功之路 咱们在国防白皮书里头早已经公布了 那么就是空天一体 攻防兼备的战略空军 这里头一共是12个字 空天一体 攻防兼备 战略空军 那么你要实现攻防一体 光防是不够的 要有攻 攻是什么呢 攻实际上包括了两个东西 一个是远程的火力投送 另一个是远程的兵力投送 那么你兵力的投送靠什么 没有战略运输机 没有大运 这是不可能的 现在远20出来了 我们这个短板总算是基本上消除了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远20的服役 标志着我们的空军 向我们空军的战略目标迈进了巨大的一步 远20是一款多用途远程运输机 它采用常规布局 悬壁式上单翼 前缘后掠 无翼烧小翼 最大起飞重量220吨 载动超过66吨 航程达到7800千米 可在复杂气象条件下 实行各种物资和人员的 长距离航空运输任务 我们讲战略空军三个指标 亮眼 重拳 长臂 这个长臂效应实际上 就是指的远20强大的运输能力 那么现在的发展 给远20提供高端水准 如果能够把更好的结构 把更好的材料 更好的飞空系统大量使用 这样我们在很多方面大概就有优势 在远20出现后不久 就有人宣称 远20的气动外形 机体结构 和单垂为意 融合了俄罗斯的1276 以及美国C17运输机的技术 不过也有媒体称 作为以国内或者周边 投送需求的中国空军来说 远20完全能够满足中国空军 实行战略战术投送能力 因此在技术水平上 中美之间的大型运输机 并不存在太大差距 战略运输机 有的时候呢 性能的比较 倒在其次 因为呢 战略运输机和战斗机它不一样 战斗机 在空战过程当中 它是一个飞机 对一个飞机的 兵对兵 降对将的这种的 PK 那么运输机呢 它不存在这种PK的问题 只要你能完成你的任务 所以运20这个出现呢 它已经告诉大家 我们空军远程力量投送的这块短板 已经可以补上了 在技术上没有问题 剩下的东西 技术都进一步提升 我们有的是时间 有的是资源 慢慢的 都可以做到 中国空军 对于大型运输机的渴望 由来已久 以往进行军事任务 或人道主义救援时 基本都是采用 国外所研制的 大型运输机 运20正式列装 使我国空军的整体实力 有了显著的提升 让中国运输机的队伍里 又多了一位重量级的战斗队员 越20的出现 实际上给我们改装特种机 提供了一个优良的平台 咱们讲嘛 特种机最常见的加油机 预警机 什么海上巡逻机等等 这些东西 那么这个 这一块来说 实现起来需要有一个 打飞机的平台 比如说空中加油机这一块 我们现在 轰油6 这是全国产的 但是因为轰6本身 给其他飞机提供的加油量 是有限的 另一块1278 这是进口的 那么有了运20 这个状态就完全不同了 如果把运20 用我们现有的技术 改成加油机的话 我想至少可以说 比1278还要强 三年设计 五年首飞 九年交付 运20 运20创造了世界同类飞机 研制交付的新纪录 这对中国航空业来说 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也是一次考验战斗力的机会 因为我们的运20 虽然让我们 这个大型平台的制造 跃升了一个新的台阶 但是它的这个运载能力 没有达到顶尖水平 所以今后会不会有 比它更大一号的 运40运60出现 我想这个也是我们的期待 那么如果这种平台出现 我们在运输机发展史上 将会迎来一个 识破天津的阶段 2016年12月24日 中国首艘航母辽宁舰 和多艘驱护舰组成编队 携多架殲-15舰载机 和多型舰载直升机 开展跨海区的训练和试验任务 在航空保障人员的引导下 多批次舰载机 顺利完成了起飞和降落 同时还进行了 舰载战斗机之间的 伙伴式加油 这不但加强了 战机的作战能力 同时也加强了 舰与舰之间 舰与战机之间的 密切配合 而就在辽宁舰 抓紧训练的同时 我国第一艘国产航母的建造 同样引人关注 作为中国自主研制的 科技含量最多 体型最庞大的海上巨无霸来说 中国首缩国产航母的 每一步都牵动着 每一个中国人的心 其实有关中国自主建造的 航空母舰的基本性能 中国国防部早已宣布 国产航母完全由我国 自主开展设计 排水量约为5万吨级 采用常规动力装置 搭载国产歼15战斗机 和其他型号舰载机 采用滑跃起飞方式 而随着建造进程越来越快 国产航母的船体 基本形状已经显露出来 从外形上看 与辽宁舰相差不多 我们通过观察001A航空母舰 发现很多方面 特别细节方面 做了一些改进 比如舰岛缩小 这样占用的空间缩小 甲板的面积就会相应的增大 这样无论是停放舰载机的数量 以及航空作业 都会有非常好的便利条件和余地 机库也恐怕要扩容 如果还按照以前 作战飞机的携载数量 无法满足在一个航次过程中 出动更多的飞机 为航母和整个编队 实现空中的护航 如果没有强大的空中进攻能力 和防御的金钟罩和铁布山 这样我们在远海地区 进行各种作战行动 有可能会面临空中防御能力 进攻能力严重不足的状况 所以目前看呢 机库增大 甲板增大 是我们能够看到的两个方向 从开始吊装第一部分船体 到如今的河龙刷漆 中国首艘国产航母的建造工期 时间之短 都远远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料 如今随着刷漆工作的顺利进行 距离首艘国产航母的下水时间也越来越近 我们现在下水前和下水后的航空母舰 实际上就是一个装修过和没有装修过 房间的一个典型的代表 因为在建造阶段 下水之前会把一些核心部件 大型部件全部安装完毕 那么如果在下水之后 它要进行精装修 那么这种精装修标准也很高 包括舰员的生存环境 战斗环境 包括一些武器装备的裂装 大概都要进行 所以之前已经有了一个位置 现在只不过要把这些位置全部创填 而且要形成比较强的作战能力 2012年9月25日 中国首艘航母正式交接入列 而短短的四年后 我国的第二艘航母也即将下水 同时各型护卫舰艇和补给舰艇 也相继建造入役 将分别承担航母编队的护卫和保障任务 有了辽宁舰 再有了首艘国产航母 我们有两艘航母了 是不是可以组成一个双航母编队呢 我想这个双航母编队 大家想的心毕竟还太小了一点 因为中国航母的发展规划绝不会仅仅止于辽宁舰和首艘国产航母 那么首艘国产航母它是一个标志性的东西 它一旦下水服役 那么意味着我们这一块设计建造都成熟了 其实早在2013年8月29日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回答记者问时就曾表示 辽宁舰是中国第一艘航母 但绝对不是唯一的一艘 中国将根据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需要 统筹考虑发展航母的建设问题 更多的国产航母可以更短的周期出现 这是大家可以期盼的 而且大家更可以期盼的是 第二艘第三艘的国产航母 它的作战模式 运用方式会和首艘的国产航母 会有本质性的区别 那么或许大家可以看到 它会有弹射器了 它的建载机当中可以包括固定翼的建载预警机了 所以说首艘国产航母的服役 它的核心的问题 它为我们后续的更多的更先进的航母 铺好了一条大道 在这条大道上你可以看到中国的航母 未来会以更高的速度向前发展 2016年12月中旬 辽宁舰携带多架舰载战斗机和舰载直升机 与多艘驱逐舰 护卫舰 综合补给舰 组成航母编队 进行跨海区训练和试验任务 先后开展了多个科目的编队训练 和舰载机舰机战术训练 不但加强了编队各舰之间的协同 锤炼了官兵的综合能力素质 同时 也为后续国产航空母舰的应用 积攒了大量的经验 2016年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 是意义非凡的一年 这一年来 军队改革各项举措相继出台 改革节奏提及不稳 而一批新研制成功的陆海空天电武器装备 也相继服役 使解放军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 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那么下期节目呢 我们将继续为您盘点在2016年 叱咤世界军事风云的中国明星装备 期待您的关注 好的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想获取更多的军事资讯 欢迎登陆中国军事网 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央视军事科技微信公众平台 观众朋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国防科技领域更是成绩斐然 在这其中 有哪些武器装备高调出场 经验亮相 又有哪些军事大事 备受关注夺人眼球 军事科技年度特别节目 典兵2016武器装备大看台 带您一起回顾2016年热点军事事件 盘点2016年最具影响力的武器装备 敬请期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criticize Jill Jong-un 公lik资训 放答ANS架